生活在北美的小伙伴们 特别是在某村某乡镇的留学党 想必最大的销件活动便是逛超市了 乔编出来美国求学之时 就非常喜欢每周一逛美国的这些大型连锁超市 除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还有乍一看都很便宜的货单价 让你觉得什么都想买且什么都买得起 这种感觉真的是棒棒的 不过提起美国的大型连锁超市 还有一类更加刺激 可谓是让你的感官与满足感加倍输出 那就是会员制仓储超市 在北美最有代表性的便是Costco Sams Club以及BJs这三家 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会员制度 超市数量 商品价格 货品种类的方面 来聊一聊这三家该如何选择呢 会员价格 这是一项非常公开透明的数据 分别在各自的官网便一目了然 Costco年度基础会员价60美金 Costco的120美金 Sams Club 100美金 以及BJs的110美金 值得一提的是 Costco还提供商业会员卡 可以以公司名义申请 提供反税服务 且价格与家用会员一样 超市数量 截止到2019年年底的统计数据来看 Costco在世界范围内有782家 Sams Club拥有805家 而BJs目前还没有走出美国 仅在17个州拥有216家美金 从这个数据来看 Costco与Sams Club旗鼓相当 可以说在大多数人周边半个小时车程内都可以找得到 而BJs的服务区域相对受限 商品价格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比较的数据 小编经常去Costco 偶尔会去Sams Club 只去过一次BJs 但是从直观感受上 这三家基本没有差别 只能说都比普通超市便宜太多 同时由于每家超市的货源 与自营品牌侧重点不尽相同 所以不同的产品 最低价会出现在不同的超市中 所以在商品价格上没有绝对的赢家 不过小编还是在网上搜到了一份对比数据 大致来看就是 水果蛋类以及多数肉类 Costco作为便宜 面包类 日用品类BJs更胜一筹 而奶制品以及自营品牌 Sams Club有价格优势 但是说实在话 这三家超市价格上的差别 都是用每分来计算的 所以小伙伴们实在没有必要用价格 而再去纠结去哪一家了 货品种类 这三家会员仓储式超市最大的特色 便是强大的独占品牌 也就是自营品牌 比如Costco的Kirk Line 从食品到日用品通杀全场 Sams Club所有的独占品牌都会标注 Member Smart 而BJs的独占品牌 有负责日用品的Berkeley Jensen 以及奶肉制品的Wesley Farms 这些品牌在价格与质量 都有着非常好的保证 毕竟这是各自的核心竞争力 所以都是实实在在 给消费者带来实惠的 除了自营品牌之外 小编通过查询包括自身感受觉得 Costco更适合亚裔 因为他们时不时会推出适合亚裔的客色食物 比如腊肠呀 包子呀 甚至会根据不同的传统节日 推出中秋月饼 新年糖果等等 这些是另外两家所不能媲美的 退货政策 Costco退货政策简单粗暴 所有商品90天内无条件退货 因此网上经常流传出关于Costco退货的七八段子 什么烤鸡吃了一半 不香 退 衣服穿了一个月 不美 退 想必大家都有所见识 Sams Club大部分产品也沿用90天内无条件退换的政策 但是部分特别产品有特别的规定 比如手机类产品是14天等 而BGS的更加严苛一些 比如电视机 笔记本电脑这些必须14天内退货 大部分加入电器是30天以内 甚至还有很多商品无法退货 这些退货政策在各自的官网上都有清晰的解释说明 大家购买前不妨查看一份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做的几项对比 不知道对大家的购物选择有没有一些帮助呢 其实这些超市除了买买买之外 还有一些增值服务也非常的省钱 比如小编通过Costco租车从来都是全场最低价 比任何一个租车网点都要便宜 再比如换轮胎 都是提供终身保修 大家不妨以后外出旅行 也在这些地方尝试着找酒店找景点门票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下期节目我们会聊一聊美国的户外露营的文化与装备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